你 要是让母亲知道 我在剿匪路上 因为意外追下陷阱 没有完成任务 母亲便会迅速 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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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军 莫不是山匪来袭 被孟过他们抓走了吗 千仙和二郡主姐妹情深 定不愿看她置身险庭 我们先将人找到 无法 忍得 可 等一公子 少君 怎么是你 我来救你 郡主腿受伤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 二郡主性情坚毅 如果死时是芊芊 早就大呼小叫了 少君哄我 三妹从不怕她 来 勞烦少君了 无妨 不足快吃 你脚伤刚好 我背你上去 多谢少君 紫睿兄 我在客栏厨房 看到一些存粮 想着明早煮粥给三公主喝 只是我厨衣不惊 连碗粥都不会 行 我去看看 三公主都安排好了 此时韩绍军应该与二郡主 花钱月下了 碰到这么快了吗 来 小时候带着千千为猎 他最喜欢吃这种椰果 他现在还喜欢吃吗 谁知道吗 他对什么都不太常情 你把他收起来做什么 带回去给千千吃 他吃不惯行军的冷食餐饭 早知少君这样神勇俊朗 又痴情专一 当初就不该把你让给千千 二郡主何出此言 当日你进城 母亲本有意安排我们成婚 只是三妹当街抢亲 才意外促成了你们的姻缘 还真是命于弄人哪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希望当日策马长街的人是我 当街抢亲的人也是我 如果时光重来 少君又会如何选择 我与千千相识虽然是意外 但经过几番波折 韩某对千千已经是情根深重 若还有第二次机会 韩某依然会选择那个心思单纯 耿直善良的三公主 凭借二郡主的一身才华 日后定当有所作为 韩某祝愿二郡主 满浮不尽